近距離觀看的門票價才十塊錢 那必須的上去看一看呀兄弟們 OK票已經拿到了我們進去 首先要走一段台階才能上去 三元塔陽關廊衛生間出口里岡巷 我們先開塔 步步高升 好 從這裡剛上來了 這裡面 應該是放佛像的類似一樣我感覺 然後這裡也可以繼續上去 真不錯真不錯 這外面是可以出來的感覺比較窄 可能距離就剛好有一米左右的一個距離我感覺 燈塔方向 這裡面風景還是不錯的 尤其這邊這個西江的江景 前面應該就是德慶線線成了吧 每一層呢通過那種陡峭的樓梯走上來 裡面還會有這一種結構就是 兩邊兩個門裡面是平的 但是裡面的結構每一層類似的都一樣我發現 反正還是 感嘆和點贊古人的智慧呀 然後每一層的外面都會有類似於這種這種應該是放佛像的一個類似於的一個 放置台啊 這邊才是德慶線成 我們總確的說 說實話 捆高的同志上來真的是不行啊 幸好我不捆高 完全沒有影響 啊 現在這裡已經寫的是16了 我發現越往上走 這個面積就會越來越小 啊 繼續往前 兄弟們 這一層就是已經到了最高的一層了 這裡有個大的鐵柱子一樣 我覺得這應該是長壽的壽 這兩個鐵門估計是往下面傳算東西的 我這麼擔心 具體咋就不懂了 然後這頂部也一樣 到頂而已啊 最高的一層了 我還是很厲害 這裡寫的是17